ёзonna literature poet 作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緩繞之 feat.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緩擾之間 Jesse 尋漸漸遍 只為今生的纏綿 爱恨一年 挥手千年 只为前世的眷恋 我是一幕一幕 柔肠此故恩怨此海 谁也逃不开 生前世事埋在心中的爱 勇气来晕开 世俗爱是无奈 说明白 爱恨情愁 千全别太久 待所有繁华褪去以后 又各自温柔 大奶奶 我错了 我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请你把条话给我吧 大奶奶 您消消气吧 要是被他们知道了 咱们就全完了 消消气吧大奶奶 小花 还不快走 大奶奶 大奶奶 小燕 你别对你太走 你怎么又冲掉我了 书记你来看 你看 这月亮多大多远啊 好像是在为我们祝福 我终于要靠过来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看来我的坚持是对的 你们逼我劫刻就得意 让我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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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我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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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小燕 给我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到了这地方 你要死要活有什么用啊 你就算清清白白的 死了也是白死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还能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这辈子才正 我没有出路了 这么一天天地毁下去 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 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 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来 你起来 你来看 你来看 你看到了吗 你看这月亮 多圆多大 多亮它呢 可你再仔细看看 月亮里是不是有脏的东西 是不是不平整的 是不是有你看不清的东西 其实人这辈子就是这个样子 无论有多少脏 多少不平整 多少看不清 但既然你已经做了人 就要尽量地活得大 活得圆满 活得亮堂堂的 可是我都到了这番天地 还怎么活得亮堂 连我自己都骗不了自己 做我们这行怎么了 我入行五年 我告诉你 在这行坐一天 相当于一个女人过一年 我们是很简 可是我们了解男人呢 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男人了 男人是都很好色 但是也有不同的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一个有钱又忠厚 对你又在乎的男人 那你的世界就开始变化了 吵吵闹闹的有什么用啊 倒不如留着清白之身 找到那个好男人 会有这样的好男人吗 只要你坚持一定会找到 如果被你碰到 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抓住他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被你打开 所以你不能死 为了那一天 你要努力地活下来 明白吗 好 你在想什么 我在许愿 对月亮深许愿 你呢 我也是 我只希望小宝和阿雄 健健康康长大 书记 小宝是你的儿子 可是一直被王立真霸占着 不让你碰 书记 是不是连小宝长什么样子 你都没有看清楚啊 是啊 每次我想去看小宝 都被拒绝 他甚至以死相逼 我认为他是在报复我 书记 可是王立真这么做 是没有道理的 你可以 你可以把小宝抱出来 和你单独相处啊 他不许好 你不许好 我担心 你不许好 你不许好 我担心 改天吧 今天晚上 应该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终于可以和你堂堂正正地在一起了 兰花 兰花 大奶奶 大奶奶 你不是睡着了吗 这是怎么了 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怎么能睡得着 兰花该死 坐 我给你倒水 那个小婴利用儿子阿熊爬到了二奶奶的位置 其实她的儿子是小宝 小宝他在我这里 那个阿熊就是个野种 根本就不是陈家的 我一定要记录小婴 让她一无所有 让她一败头地 大奶奶 您消消气 前两天您让我问的是我问 兰花曾经看到 小婴跟一个男人很神秘 那个男人啊 就是在小宝的满月酒上出现过的 给点钱吧 老爷太太 给点钱吧 老爷太太 给点钱吧 你放手 你真的就给五个大鸭吗 我只有这五个大鸭 还是我省吃俭用攒的 贱人 朕以为了你吃叫花子呢 大奶奶 后来我问到了 那个男人 就是翠织的男人 好 果然如此 好啊 我猜他们之间的交易 很可能跟阿熊有关 贵总 我来帮你吧 翠织啊 你昨天怎么没来喝酒啊 是不是 现实快打烊太多了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昨天自己摔了一跤 别担心 外面都说你昨晚得罪了大奶奶 是不是她 贵嫂 别瞎猜啊 没事的 走啊 再给我去处了 过来 好啊 再把酒帮您搁送到 我云 lands了 好啊 那个呢 你去处送到 你把酒帮 这些一跤 你先把酒帮你处送到 好啊 你有啥酒帮你 你去拍一遣子 别现在乐祸了 大奶奶啊 也够可怜的 只要我替她捡 只要是愿意送我这个 我就愿意为她去死 要是有人送我有这个一半大的 我也愿意为她死 我也愿意为她死 真漂亮 你们这哪是为男人死啊 简直就是给这光亮 给黄死的 也快拿来 财迷心窍 这种好事 怎么会留到我们头上呢 二奶奶 几年前 我跟你们一样 不 我比你们过得更悲惨 更迷茫 更绝望 常常想一死了之 可是有一个前辈告诉我 人 不管你活在什么样的逆境中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有梦想 只要相信自己 不屈服命运 你就有可能 得到幸福的生活 好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小英 你别太得意了 不管怎么说 我才是陈家正牌的媳妇 你只不过是个戒指 你这个戒指 以为很值钱吗 我的这个 你看一下 是陈家的老太太传下来的 价值连成 只有正牌的儿媳妇有 不 不 你这个小妾 永远都得不到 这个戒指 是永远属于我的 不 不 原来是姐姐呀 我刚才去大唐请安 看你不在 我还以为 你是故意不给我面子呢 不过 我奉劝你一句 要注意身体啊 要不然 有个三长两短的 不是把位子 白白疼出来给我吗 那我先退下了 我们走 小莺 你别得意得太早 往走着瞧 大奶奶 你看见你个贱货 是怎么骑到我头上吧 想开点儿大奶奶 我是来叫您的 药已经熬好了 快回吧 小莺 外面风寒 别伤了身体 你谁敢看我笑话呢 你不配 大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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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药吧 不吃药怎么能恢复呢 不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也得把身体养好啊 你少来这趟 你想让我饶了小莺那个贱货吗 不可能 我是陈家的大奶奶 我不能让她骑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 大奶奶 你完全误解我的意思了 其实在我心里 我是把您当亲人的 因为 因为你是小花的亲娘啊 大奶奶 你快看 你看哪 她长得多可爱啊 大奶奶你知道吗 每一次我遇到困难的事情 我只要一看到小花对我笑 我就会觉得很温暖 觉得很安慰 所以大奶奶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要照顾你啊 别跟我说这些话 我现在失事了 你可以带着小花 去告诉那个贱人小花的身世 她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争死我的 去啊 大奶奶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天下没有狠心的鸟 少爷来了 是 李珍 我听说你病了 我过来看看你 不需要你这个新郎费心 你还是陪你的伪交妻去吧 我这儿用不着你 大奶奶快别这么说了 少爷 大奶奶病得很重 还不让我去找人 所有的丫鬟都去巴结二奶奶 我们这儿一个人都没有 小宝这两天也不舒服 我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 还好有翠智姐帮忙 少爷 我说句不应该说的 二奶奶不能因为欺负大奶奶 把所有的丫头都叫走了 都走了 我们这儿怎么办呢 不会这样吧 不会这样吧 好 我会去问问 那些个臭丫头 是我不要的 让她们去伺候新主子吧 我倒要看看她们是什么下场 李珍 这又是何谷 好好好 我待会儿 多叫这丫头来照顾我 你自己要多保重 别再生这无谓的嫌弃了 伤了身体 老婆 让我抱抱小宝 老婆 把小宝抱过来 你还记得你有个儿子叫小宝啊 还是去抱你那个阿雄吧 好 我告诉你 小宝是把阿雄交给大小姐 才得到二奶奶这个位置的 小宝这个人 为了爬上去什么都可以做出来 她迟早会出卖你的 你看着吧 大奶奶 你就少说两句吧 是 頤真 我知道你很想赢 因为毕竟现在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 就冲我来吧 一会儿老齐来 我就先走了 齐大人 齐总美齐叔叔 好 我要去见他 李珍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齐大人最疼我了 我一定要去 穿得素雅一点呢 还是穿得鲜艳一点呢 李珍 老齐她今天来 是听说我娶了姨太太 因为没赶上婚礼 今天特地来登门道贺的 所以小英去就好了 老齐她现在已经不是总理了 今天来 只想改行做生意 请爹帮忙呢 我先走吧 我先走 不要 不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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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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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五百日后 老秦也到了 我可不能依靠 大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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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也是关心您的呀 赶紧起来到床上躺着 别着凉了 大奶奶 你考虑你衣服撕得多可惜呀 大奶奶 我有的是衣服不要你滑 我可以撕 我要撕 你滑啊 好好好 大奶奶 你不开心就死吧 但是你别做地义上容易着凉的 大奶奶 你给我滑了 还活呢 刚刚都是丧门心 滑 滑 大奶奶 大奶奶 给 衣服给你 你要是不坏心就死吧 进去就死吧 大奶奶 来 大奶奶 来 这样就行了 大奶奶 你撕吧 进去就撕吧 只要你开心就好 大奶奶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可恶的好人 大奶奶 你也是个好人哪 不行 我不能这样 小英和陈树青都恨不得我得病死了 我得赶紧好起来 再跟他们斗 我的东西 谁也不能夺走 我和山庄 我不要话跟你说 你是不是想知道 你的儿子在哪儿 儿子 我的儿子找到了 不就要见到我的儿子了吗 你告诉我 你丢了儿子以后 见过你男人吗 他和你说什么呢吗 见过吗 还是在我儿子被抢走祸不久 各位老爷太太给点钱吧 各位老爷太太 心里应好给点钱吧 各位老爷太太 心里应好给点钱 没钱呢 心里应好 路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有钱吗 有钱给钱 没钱滚带 我告诉你 我这次来是找儿子的 你在这儿输了赌钱 我知道你跟那帮人是一伙的 你告诉我儿子在哪儿 你肯定知道儿子在哪儿对不对 你告诉我呀 行行行 我告诉你 儿子在小英那臭表的手里拿 我也找他呢 你胡说什么呢 小英都跟我说了 她跟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在一起 这不可能 你听她放屁 你说什么 你见着她了 她在哪儿呢 我这把儿子夺回来 我打死她 你是不是疯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小英在我两个说的没一句真话 你知道吗 我当时把那孩子抱过来 我看见了 事事有胎记 那是小英的儿子 小英丢了儿子 就把咱们儿子抢上去了 你明白没有 可 可他的话不能信哪 好了 你儿子我已经找到了 什么 这么说 这么说我将见到我儿子了 来 站住 你找谁 你看我这样不知道我找谁吗 看不出来啊 不过你倒是有点眼熟 好弄菜 好引力 你到底找谁 我找你家少爷 我 我是他朋友 少爷 少爷现在在接待贵客 你还是请回吧 回去 不 不 不行 少爷不在 还有小少爷不是 小少爷也是你朋友 小少爷是我儿子 老子来看儿子就行 大不大人了吗 小少爷 你找哪个小少爷 你找哪个小少爷 不止一个啊 我 我找小英啊 你敢叫我们二奶奶的名字 你到底什么人 来 我 我叫他名字怎么了 怎么了 你把他给我叫出来 他肯定特别欢迎我 是吗 好 那你跟我来 好带着啊 你别说我就喜欢你这样呢 太有引力价了 以后啊对我好点儿 我肯定提拔你 真的吗 老哥 表哥 那你跟我们二奶奶 到底什么关系 我是他表哥 表哥 是吗 不对 那天婚礼 你怎么没来啊 那天婚礼 那个 很好玩的 对呀 那天那个特别豪华 全城有头有脸的都来了 我 我 就挑一个了 你知道吗 我 我特别的忙 正好那天没空 你说 多巧啊 是是是 慢点儿 老哥 二奶奶 您今天可是风头十足啊 把大小姐都比下去了 是啊 连齐总理也直夸二奶奶 儒雅斯文 和少爷天生一对呢 什么齐总理 只不过是硬车的架子罢了 你们去跟厨房交代一下 说晚上宴请齐先生 叫他们好好准备一下 是 二奶奶 二奶奶 什么事啊 您有一位亲戚 说是您的远方表哥 他来找您 我就让他在房间外头等了 我找了好大一圈 怎么才找到二奶奶了 远方表哥 对呀 我就让他在 新方外头等着呢 你可真会安排 二奶奶 你去找十几个家庭来 让他们都带上棍子 还不快去 是 肯定是沈星路这个混蛋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让他以后 再也不敢踏进陈家半步 小莹 对了 该叫您二奶奶了 光想着你过得好 没想到你过得这么好啊 你瞧瞧这儿 你是什么人 竟敢跑到陈家来撒野 还敢冒充我的亲戚 我哪有你这样的亲戚 你什么意思 想翻脸不认账是不是 我告诉你 老子我可不是好惹的 我是陈家的二奶奶 是这儿的主子 容得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快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再让我看见 我绝然饶不了你 你可真是个贱惚我呀 我跟老子玩这套是不是 我告诉你 别不识笑 再不老实 老子把陈家人全都叫出来 让他们知道你是什么玩意儿 你给我住手 这胡乃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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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老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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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奶 凡又一个 要久不见了 好了 住手吧 今天我就饶你了 再敢来撒死你 你就死定了 把他给我扔出去 以后他要是再敢来闹事 你不用来找我 直接把他给我打死 快走 把你抓死他 走走 走 看你以后会再敢来 真假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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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杀人了 小英 你个臭婊子 你想杀人灭口啊 没那么容易 你把老子当女儿耍 老子 老子回头收拾你 大哥 大哥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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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那个男人不请自来 快扶起来 我要见他 悄悄地把他叫到我房里来 二奶奶刚才把他打了一顿 赶出去了 你快把他截住 我一定要见到他 是 她在那儿 我马上就要见到我儿子了 不 她说她会把小花交给别人带走 这样 小花还是没办法待在她亲娘的身边 可怜的小花 她已经到了 我让她在外面坐着 她 玉玉 这里到处都是金的 这里多有钱呢 我一直怀疑 阿璇就是催之儿子 我今天一定要正视这件事 我 你是谁啊 叫我来 干吗 这位是陈家的大奶奶 大奶奶 大奶奶岂不是 大少爷的 正房 那当然了 那是不是小英那伙伙的 他们是什么意思 行 我该怎么办 我先试试看 我不认识你 告诉 站住 难道你还想去找那个小英 她不会打死你吗 她敢 陈家还有一个你熟悉的人 兰花 去叫翠芝来 是 按道理说 你可是帮小英进入陈家的大功臣 她怎么会打你呢 这是个误会 是吗 你跟她关系果然不一般呀 是吗 她要打死你 你竟然一点都不怪她 你怕她 是 不错 她是二奶奶 但我是大奶奶 她可以做到的事 我做得比她更加好 她给你的钱 我可以比她多给你十倍 我只要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 什么实话 实话吗 实话吗 就是我想知道 你今天来找小英的目的 我 她就钱 你这个人 无非就是想要钱 钱 我有 我就用钱 买你一句实话 怎么样 那我要看你出多少钱 买什么样的实话 大奶奶 你找我呀 智希露 怎么是你 我 我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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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书军哪 您真是艳福不浅哪 把这么多才多艺的大美人 娶回家 真是可喜可贺呀 好了 好了 先退下吧 我们还有事情要谈呢 来 请喝茶 山人兄 我听说你药材生意越做越大 陈家药局的分号已经开到南方了 哪里哪里 我也是靠朋友帮忙 不过最近战事不断 药材生意的确不错 看来你又挣了不少钱哪 那我能必须毕业找个机会 总就要塞什么呀 怎么回事 我还点安话 把你那个表哥 带进大少奶奶房间里去了 我怕出什么事 就要来告诉二奶奶一声 我真后悔没打死你个混蛋 竟然给王立真叫去了 你怎么到大奶奶房间来了 你又要干什么坏事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等我 看不出来吧 我是大奶奶请来的客人 你什么态度啊 翠芝 我知道你们俩之前有点误会 可今天她来到陈家 来到我房间 就是我的客人 也是你的缘分 你们坐下来慢慢谈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她 大奶奶 大奶奶 她是个坏人 她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她赌博 她欠了一屁股债 居然要卖我们的儿子 还有吴妈 她抢了吴妈的钱 吴妈也是她害死的 你胡说八道 沈兴露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除非 除非你跟我去吴妈分钱认错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换装蓄啊 你放口 翠致 来 你先压压活 我今天叫她来 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儿子呀 儿子 我儿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 你和你儿子离得不远 但是真正确定了你儿子身份的 就是她 她已经知道了 她不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 就算是她知道 她也不会告诉我 她的眼里执任钱 根本没有儿子的 我明白了 这位大奶奶是要我 共处阿熊的身份 小燕啊小燕 对不起了 你母亲 就别怪母义了 我可以借这个机会 发病小财 没关系的 钱 我也有啊 最重要的是 她要讲出实情 我相信她看着钱 一定会帮你 大奶奶 谢谢你这么帮我 你就好好地跟她说一说 好好问问你 记住 你为了儿子 沉住气 嗯 沈兴路来世要钱 王立真有的事情 他们一拍即合 办了 翠枝啊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日子过得不错呀 在这儿当庸人 一个月给你几个想钱 咱夫妻一场 给我几个钱花花呗 难道你的心里出了钱 什么都没有吗 我心里出了钱没别的 这很正常 因为我没有钱呀 别废话了 快来 我没钱 姓沈呢 你去告诉翠枝 你的儿子在哪里 只要你讲出来 我就把钱给你 一大笔钱 你能给我多少啊 你开个价呢 一百大洋 怎么样 大奶奶 你不能给她钱呢 她疯了 她要一百的大洋 大奶奶 你不能给她呀 好 我答应你 大奶奶 你不能相信她 她满嘴的谎话 你真的不能相信她呀 开门 快开门 兰花 你去看一下 嗯 翠枝 其实你儿子在哪里 我大概知道 只不过需要你男人来硬证 其实她没有说真话 我很清楚 姓沈的 你快点说 先给钱 混蛋 滚看 好 我去拿银票 我去拿银票 陈西鹿 我每天找儿子 我想儿子都快疯了 你要是人dos话 你告诉我儿子在哪儿 我去拿银票 二十三 你不要谢 自然 三十二 我来 啊 你去看 你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 你去看 你搞笑 你很严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让雨水冲刷我和你 就算我失去了记忆 也不会忘记 我需要你 舍不得放开你双手 也许再见要在多年以后 曾颠造的可笑理由 如今怎么说出口 温柔又缠绕我心痛 此刻好像在温暖你胸口 多希望下场雨 不让我独自离去 我的泪会缠着雨水往下滴 多希望有场暴风雨 就让雨水冲刷我和你 就算我失去了记忆 也不会忘记 就让雨水冲刷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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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忘记 也不会忘记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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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